话一说完立刻伸手 还来不及反应 店员已被吃了豆腐 中国山东自博烤烧烤成热点 当第一名贩卖丫头的丫头小哥 因为身材健美 长相帅气 日前被女粉丝吃豆腐意外爆红 只是没想到长太帅也有罪 明明是五一假期 但店门口却写着 暂停一页四个大字 小哥更是哭红了眼 上直播哭诉 人红了却完全赚不到钱 两条街就我卖的最少 六零零零你记住 这是我一天的一页额 十八万人涌入那条 帽子叔叔护送我 大家都这么喜欢我 我卖六零零零多 终于知道什么是双人间 原来爆红后 不少直播主陆续涌入小街 有人潮却没前潮 甚至更有黑粉酸他赚饱饱 让他受不了开直播澄清 大家只是想来蹭热度 过度围观 反而让他没有生意 就连警察也出动 还一度请他到广场贩卖 无奈最后还是继续拉下铁门 更嘲讽自己 看到客人再有热情也没用 经济损失带来的委屈 让他反倒成了物业游民 每一新闻 黄澄宇报道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